今天正式拿到官方版的 没错 官方版的技能介绍了 所以这个是100%确定的 有观众投诉我说 你骑兵可以不要做这么多期吗 我跟你讲 我肯定做很多期的 你后面还会看到我讲骑兵啊 后面怎样觉醒骑兵啊 觉醒之后要怎样测试啊 哔哩巴拉很多东西的 你一定会看到很多期骑兵呢 所以我跟你讲你先做好心理准备啊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来看骑兵捅碎的技能 那在开始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是官方台湾那边正式放出来了 人家是真的有放出来 昨天骂人的呢 我请你们真的去跟人家道歉一下 确实是有放只是迟了一天而已 毕竟他也以为昨天开直播就可以公布了 没有想到全球的人叫他等多一天才可以公布 OK开始正式进入主题 骑兵工程防御 很难得看到工程跟防御又放在一起了 三个方案一起的是巴加尔 通常这两个放在一起都不会太差的 我们来看一下贝特朗 接下来三秒内自身每次普通攻击师 有100%概率对当前目标部队造成一次性直接伤害 伤害系数700并减少起20点的怒气 那他这个概率性是回到以前红胡子那个时代 红胡子是额外伤害 然后升到100就变成直接伤害 跟现在的情况是差不多只不过这个是直接伤害而已 但是你们看清楚这个伤害啊是造成一次性直接伤害一次性 而不是讲接下来三秒内都是持续700 但是怒气那边我不确定是不是持续3秒 就20点20点这样子减的话就减60点 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要等实际实测之后才知道到底是怎样 因为有时候文本啊你真的是看到是这样子东西 用出来东西是另外一样东西 那假设说他的直接伤害只有700的话是真的很低啊 如果是说接下来三秒内都是持续性的话就2100伤害了 但是这里都写一次性没有理由持续3次的嘛 但是他把这个三秒内放在前面 我有点困惑 这个果然还是要等实际实测才知道 我们看第二技能 所率领气兵单位攻击力提升10% 生命力提升10% 处于联盟领土外食 所率领气兵单位行军速度提升10% 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5% 他这里实实实实都是在合理范围之内 但是这边呢我看到一些东西 你看到最后一句嘛 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5% 但是他下面是写受到的伤害降低5% 所以到底是有所有还是没有所有 我很怕上面是写所有伤害 但是报告出来是没有写所有伤害的 到时候又是我们熟悉的文本游戏了 这个也是要检查报告 我感觉这个同学有很多报告要检查 不过让我意外的是 他有新军速度加成 他这么胖还有新军速度加成 不过比起身材来讲的话 那田木真是最胖的 他还不算是最胖的 第三技能 进攻城市及据点 所率领部队造成所有伤害提升10% 在战斗每10秒会获得一层骑兵伤害提升1%的效果 持续15秒 该效果最多叠加5成 其实他这个成数要触发其实不难 他的CD回合也不会影响到 你们可以看到持续时间45秒 但是他获得的方向是10秒里面会获得一次 也就是说肯定是可以跌到5成上去的 只不过他这里最多跌到5成也就是5%而已 那当然的跌到满之后也就是5% 过了15秒就会消失再重新跌过 并且他这个技能的名字叫飞边战术 也就是我之前聊过他资料里面的内容 那确实这个技能里面写到的内容是有符合到的啦 不过如果你是拿来打野战的话 这个技能就没有用到了 我们来看下一个技能 所率领旗兵单位防御力提升20% 受到攻击时有10%的概率使所率领部队获得治疗效果 治疗系数250持续3秒 该效果每5秒最多触发一次 这里的治疗效果是持续3秒的也就是750点 10%概率10个回合一次 然后每5秒最多触发一次 可以说他这个治疗是类似像五天这样子啦 治疗其实不会帮助到很大的效果 不过有治疗比起没有治疗来得更好吧 最主要还是拿前面的防御力提升20%而已 不过假设说你是一直持续在做集结的话 其实他的治疗效果还是有用到的 觉醒技能 所率领部队受到技能伤害降低5% 受到技能伤害时 将会对施加此次技能伤害的目标部队 造成一次性直接伤害 伤害系数400 该效果每5秒最多触发一次 哇他这个觉醒技能是搞针对的 他不是说你打我就算了 如果我是另外一个人 他对我释放技能伤害的话 我是针对他 在降低自己受到的技能伤害同时 又可以针对那个对你释放的人 我觉得这个技能还不错啦 可以接受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统帅 很遗憾的 他没有防御或者是助防 我以为他有助防技能 他是骑兵通用技能 不过在录影片之前 我偷偷看了他的技能 我看到他的技能确实还不错啦 跟我们看到那个假的是真的天差地别 第一技能 对当前目标造成一次性直接伤害 伤害系数2300 并使其在接下来3秒内防御力降低 当前目标受到夹击数乘15% 计算这次的防御力降低时加击数上限为3 就是说超过3个人的话他就不算了 意思就是说拿15来乘3 等于45% 哇他这个主动技能我觉得还不错耶 这个之后我们也是要看报告 我要看他的报告是不是跟伟廉是一样的算法 第二技能 索帅领骑兵单位攻击力提升20% 新军速度提升20% 除于联盟领土之外 索帅领骑兵单位生命力提升20% 这个他比贝特朗好一点耶 贝特朗全部都是提升10% 他的全部都是提升20% 呵呵呵呵 哎 新军速度提升20% 很好玩耶 你们知道吗 我感觉我的骑兵越跑越快越跑越快了 那生命跟攻击提升20%呢 也算是中规中矩 我们看下一个技能 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 索帅领骑兵单位防御力提升20% 若当前目标处于受加击状态 索帅领部队造成所有伤害提升10% 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5% 哎 不错耶 他还有加击伤害耶 我就想说上一个技能 为什么只有提升生命跟攻击 结果这个又提升了一个防御 他真的有点像进化版的萨拉丁 萨拉丁技能也是类似这样子 不过没有像他这么复杂啦 萨拉丁会比较简单一点 第四技能 索帅领部队 权威骑兵单位时 造成的技能伤害提升25% 且释放主动技能后 所率领部队的技能伤害 额外提升35%持续4秒 该效果每5秒最多触发一次 这点就有点像爱德华跟铁木子呢 权威骑兵单位时 那前面技能伤害是肯定有了 只要你带骑兵的话 但是后面那个部分 就要等主动技能释放之后才有 5秒最多触发一次 假设说如果你的技能放得很快的话 其实他触发也是变得更快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搞一搞啊 如果搞好的话 可能他的伤害是真的飞天了 最后是觉醒技能增加了一个新的技能 所率领部队普攻伤害提升5% 受到攻击时 有10%的概率是 所率领骑兵单位生命值提升30% 持续3秒 该效果每5秒最多触发一次 受到攻击还会增加生命值 难道 骑兵的春天终于要来了吗 我一直在被爱打 终于 终于有帮我提升了 那以上就是他们的技能 官方也是有讲过获得的管道 贝特朗是MGE 亚历山大是轮盘 那以他们的技能来看 贝特朗确实是应该会在MGE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毕竟他是积极的统帅嘛 至于我觉醒的话 我会先觉醒亚历山大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我现在的镜头只能觉醒一只统帅而已 我没有镜头了 都是那个本多终胜害的 大妈的 没有啦 其实本多终胜我只是丢几百颗头下去而已 毕竟我这杯MGE的话也可以慢慢拿啦 如果是说我不急着用贝特朗的话 对于看法来讲呢 还是之前那个看法啦 我比较看好亚历山大 至于你们呢 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 但是今天讲的东西也只是纸上贪兵而已 毕竟我们还没有实测 不知道他们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你们也不想看到像本多终胜这样子 一开始对他的期望很高 结果出来的效果就 偏偏玩家玩不起那样子 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感谢官方提早公布 让我不用这边挖情报 那边挖情报 挖情报也是很累人的 你们知道吗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那边挖情报也是很累人的 那边挖情报也是很累人的